大家好 今天是6月5号 今天是一个非常让人高兴的一天 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因为今天标志着美国已经彻底的走出了大瘟疫的阴影 开始恢复秩序 恢复经济走向繁荣与强大 那今天一早川普就发了一个推特 他说10点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那我从头到尾也看完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刚刚的结束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川普主要说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美国的经济彻底复苏了 第二个要放松因为疫情对各州的限制 美国要reopen 就是重新开放正式的复苏 那么就经济这一块 川普首先说到就是美国的就业率 开始增长失业率大为上降 4月份整个失业率是14.7% 那很多人预料到5月份可能比这个更高 那可能一个月比一个月更惨 但是没想到5月份它失业率降到13.3% 降了整整的1.4% 这个1.4%就意味着美国增加了250万个就业的岗位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川普也说这250万个主要是餐饮业 制造业各个行业都得到了恢复 而且其他的数据 消费者的信心制造业各方面的一些数据 都显示经济向好 那么最近一两天华尔街股市大涨 油价大涨 各项指标都表明美国经济正式实现了微型反弹 从谷底反弹了起来 那川普非常的高兴 他就说那现在5月份的经济这么好 那么6月份更好 7月份更好 8月份更好 到明年美国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好的经济 最好的一年 那美国要重新恢复到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最美好的一个地位 所以他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 而且他说关于疫情控制方面要进行放松 所以他今天呼吁各州要开始进行放松 因为现在疫情的控制已经到了末期 所以美国开始比受疫情大规模的挫折 损害之后 现在已经开始正式的走向了恢复 就像一个得了中兵的人 他今天开始康复了 开始下床了 开始走了 开始锻炼身体了 那这是一个关键的一天 美国在这种沉重的打击当中没有比击倒 没有比中共所想象的 比疫情 比轰乱 所击倒反而走向了强大 走向了繁荣 所以今天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 那么今天川普也签署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就是对美国的小企业进行援助的叫PPP计划 然后对500人以下的小企业进行1000万美元的整个贷款 那这些企业都可以申请这个贷款 运用这个贷款马上恢复经济 另外对小企业也颁布了很多的措施 减免各种的税收工资税等等 所以这个法案更加会刺激美国的经济 那另外针对最近的因为黑人比致死引发的骚扰 川普就说他国民精卫队的事情还会继续进行 但是他今天没有提军队 那有关中国方面 川普今天可以说是从头到尾都打骂中共 就是这个疫情的问题 中国的大灾难问题 他疫情方面他就谈到他病毒就是从中国来的 而且他首先禁止了中国的旅客 中国造成灾难对全世界 全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这里面他根本没有停止对中共政权造成的大瘟疫 进行的批驳 当然对中美的贸易协议他还是肯定 这个贸易协议非常好 我们可以收很多的税收 而且美国的农产品也能卖出去 看来低端协议 只要中国政府不毁约的话 第一阶段协议还会继续 可能要继续到川普连任之后 川普对中共政权可能才能真实的全面的脱钩 然后进行全面的打击 那么我们非常期待川普能够连任 他连任之后就有一套新的一些思路 就会实现我们所说的那三个方面 那就是全面制裁彻底脱钩军事打击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也看到昨天下午 川普签署了一个逼忘录 这个逼忘录就是严格审查 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的一个报告 这个逼忘录他给签署 签署了他意思就是要叫美国的财政部门 华尔街的金融监管机构 在60天之内提交一个报告 就是有关中国企业是不是在美国的股市 遵守美国的相关法律 如果不遵守的话 那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呢 肯定相应的措施马上就会推出来 所以呢川普签署这个逼忘录 意义很增大 我们知道蓬佩奥昨天就说了 他不仅是美国呢 要实行对中国企业的严格的管制措施 他呼吁全球的股市都对中国的企业 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 然后蓬佩奥一说完 那川普就签署了这个逼忘录 这个逼忘录就有法律的效益 那么华尔街他肯定会写这个报告 我想这个报告一出来呢 肯定或者说这个报告写的期间呢 中国的很多的企业肯定就会离开华尔街 已经成为必然 因为他们不遵守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呢 已经长达十年了 这是纳斯达克的CEO 昨天就这么说的 所以这些企业呢 肯定会一个一个的比摘牌 那中共呢 它在全世界闷钱 圈钱这个机会就没了 它只能到香港去闷钱 香港现在呢 大家也知道 它的优惠地位就要取消了 那会更加的糟糕 所以中共政权呢 它只能沦落到地摊经济的地步 地摊经济就是一个糊口经济 就是一个乞丐经济啊 这样的一个经济 怎么能支撑一个国家呢 所以现在美国是越来越好 中国政权是越来越糟糕 所以呢 美国现在是要恢复经济 恢复秩序 那秩序这一块呢 我们知道 共产党还有很多左派在捣乱 故意的 想借这个疫情呢 来 让美国更加的乱 然后 把美国的注意力给转走 但是美国恢复秩序 恢复经济之后呢 就会对中国政权采取 专门的严厉的打击的措施 如果美国的经济没有复苏 秩序没有恢复的话 那美国政府哪有精力 来对付中国政权呢 所以中国政权呢 一直想让美国来大乱 我们知道 因为黑人发生这个骚乱呢 实际上就是他们借机闹事 美国那时期 根本没有准足歧视 就我自己十年来的经历 我就没见到一个准足歧视 没有严重的 可能他们心里 内心里有 但是他们不敢表现出来 但是呢 他们就借这个事情来 为什么借第一个是 大瘟疫造成的经济空井 那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流浪没事干 所以借机上去闹事 再一个就是这帮左派 中共啊 人家后面的黑手 想罢通过这个事情 美国搞乱 那这两个目的呢 现在都达不到了 因为美国的经济开始反弹了 经济复苏了 很多失业的人开始找到工作了 开始忙工作 忙赚钱 忙经济繁荣了 所以呢这个骚乱呢 会完全的给平息 另外中共 你现在自顾不暇 你要对付印度 对付南海 对付香港 你还有自己政权内部的内斗 还有各种的事情 所以你专心的搞你的地毯经济 你根本呢 不敢跟美国再进一步的对抗 所以你现在下阶段 就是要比美国那专门的来 狠狠的打击你 你等着去挨打吧 好 我们今天的评论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保胜传媒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保胜传媒 请不吝点赞 订阅保胜传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保胜传媒